听说点关注的都找到真爱了光,生活不会实实的去厚待我们生命,本就承载了太多的遗憾与无奈,机会不是任何时候都会给你准备好的,抓住了就是你的,错过了只能是遗憾,你的一生有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最遗憾,有什么事让你想起来就后悔自己曾经的选择,跟着塔罗一起来看看嘛,开始占卜钱,请先确定你确实有相同的疑问, 无效的问题只会为自己徒增烦恼,想好之后静下心来,默念问题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?然后从以下的四个画面当中抽取一张最有感觉的,选好再看答案哦,A对家人的陪伴你今生最大的遗憾,莫过于因为忙碌,而没有留出更多的事情陪伴父母亲人,当你终于实现梦想,终于事业有成,却没有那个可以真心与你分享喜悦的人, 当你终于有了能力,有了时间,却没有了那个可以让你花时间陪伴的人,也许你心里也清楚,应该多留出时间陪伴他们, 但生活的压力还是让你义无反顾,选择把80%的时间留给了工作,子欲养而亲不待,等到你真正意识到陪伴的重要性,也许就是你最后悔的时候,重新把自己的时间规划下吧,再忙也多回家看看,陪伴是对家人最长情的告白, 并错过该珍惜的人,你今生最大的遗憾,是爱了不该爱的人,失去了最该珍惜的人,因为当初年轻,在面对考验,处理问题的时候再刻,观或主观上缺乏经验, 只能用逃避和恐惧简单粗暴的解决问题,以为这样就是解脱,最后反而变成了心里的基板,经过时间流逝,你渐渐意识到了错误的发生,只是已经没办法再去挽回,只能把后悔藏在心里, 其实成长,就是在一次次失去和遗憾中发生,希望你在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,在下次面对同样选择的时候,能够坚持和勇敢地抱紧那个,根本不想放手的人, C没有把握的机会,你今生最大的遗憾,是在该释放自己的时候,选择了平淡安逸的生活,很多次可以把握的机会,你都选择了视而不尽,也许你觉得很难自己做不到,或者你根本不想吃那个苦, 所以总是等到失去了,机会错过了,看到别人因为坚持而过的风生水起,自己才追悔莫及,但如果再给你新的机会,你依然会选择犹豫不决,尝试也许会带来冒险, 但如果你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,连一点付出都不舍得,那么等待你的,只能是庸庸碌碌的一生, 第一对身体的关注你今生最大的遗憾,是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,年轻的时候觉得身体素质好, 熬夜,这个样样不误,全然不把身体当一回事,等到意识到身体不如以前的时候, 已经没办法单单依靠锻炼来补救,身体是革命的本钱,不管工作才忙,事情再多,都应该记得留给身体一点舒缓休息的时间, 不要让爱你的人担心,没事的时候可以邀约亲朋好友,一起做个按摩,旅旅游,既陪伴了家人又锻炼了身体, 原创,未经授权或著名出处,禁止任何形式转打,每个人情况不同,所用排阵也不同哦, 想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精准测试,请关注我们,致力于爱情婚姻事业财业人际关系等各方面的结果分析, 你有困惑,我有塔罗,你身边的塔罗占卜是VX工作,LN1636992252,帮助你看清你自己。